好在刚刚结束的法网比赛中呢 男子单打选手纳达尔夺冠 成就了他个人第20个大满贯的冠军头衔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报道 纳达尔击败了德约克维奇法网夺冠 5分分别为6比0 6比2 7比5 这一成绩呢 他追凭了飞特勒保持的20个大满贯冠军头衔的记录 这也是纳达尔在罗莱卡罗斯桥场的第13个大满贯赛事的冠军 OK 我们看一下新闻报道的第一句话用了一个字 Tieing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Rafael Nadal beats Novak Derekovich at French Open for record tying 20th major 纳达尔在法网公开赛中击败了德约克维奇夺冠 并且创造了个人20个大满贯的记录 追凭了这个记录 实际上是追凭了这个记录 for record tying 20th major 这个major是主要的主要应该是指的主要的赛事 这里暗指是大满贯赛事 slam是指的是grand slam 网球比赛中的大满贯赛事 我们稍后下一期节目来讲一下什么是大满贯 这里主要是讲 Tieing这个地方 它的意思 是追凭持平的意思 就是说他追凭了由费德勒保持的20个大满贯赛事的头衔 完成了这次法网比赛以后 纳达尔的大满贯 之前是19个 那这次是他的第20个 所以追凭了由费德勒保持的20个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头衔记录 Tieing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比如说作为名词是领带 作为动词是把什么什么的寄紧 They tied Max to a chair 他们把马克思绑在椅子上 另外一个就是限制或某人特定的情况 职业或地方 She didn't want to be like her mother tied to a factless man 他不想像他母亲一样被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捆绑 或者绑住 纳达尔夺冠追凭的记录 这个追凭作为动词来说 他是从Tie作为平局的意思引申过来的 我们看第二条 A result in a game or other competitive situation in which two or more competitors or teams have the same score or ranking a draw 就是在一场比赛或其他竞争情况下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竞争者或球队得分 或排名相同的结果 平局 There was a tie for the first place 第一名有两个人 那就是说并列第一名 There was a tie for the first place 他们有相同的结果 第一名有两个叫 There was a tie for the first place 比赛中的平局 What is a tie in a game? 我们再用英文 再不再解释一下 A tie is an identical result that occurs when each team has scored the same total number of rounds after their allotted innings or innings being completed A draw is an inconclusive result that occurs when allotted playing time for the game expires without the team having completed their innings 平局是指在分配的局数 所有局数进行完成之后 每个团队都获得了相同的总运行次数的 是所产生的相同结果 平局是当比赛分配的比赛时间到期 而各队没有完整比赛时产生的不确定性的结果 比如说加时赛 是吧 大家都是平局 这都可以说是一个tie 乒乓球啊 排球啊 这些比赛规定时间结束以后 大家打成了平局 那只有只有在加赛了 那这个平局就是一个tie 好 所以我们回到这句新闻的标题 它就一句话 对一句话呢 衍生出来的背景的知识 它其实是挺多的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整篇文章全部拿出来念一遍 只能分做几次节目来讲解 Rafael Nader beats Novak-Dovikovic at French Open for record time 20th major for record time 创造纪录的追平了 20个大满贯的赛事冠军的这么一个结果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讲解来理解这个tie在比赛中打平追平的这个用法 好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